这是今天上午发生的事 整个过程呢那是相当的奇葩 我就从来没想过 矮马呢也能这么做 最开始是这个矮马雪宝 顶开了我们挡的栅栏 进来之后人家直接就往里走了 这后面的小小缓呢 看到这种事呢他只能在上啊 于是呢他也想进来 这雪宝呢一个转身就不往里走了 回来呢研究这个藏茫型木头 因为我们是用木头顶着这个栅栏 研究了一会儿呢 雪宝是怎么也没整开 而此时的矮马小缓份呢 特别的着急 就是想要进来 这个时候雪宝使出了大仗 虽然说监控没太到他 但通过声音呢大家也能听不出 他是用提着不断的在提这个渣了 最终呢小缓份成功进来了 这个时候的矮马雪宝 胆子突然间就大了起来 蹦上了床 开始整这个凳框 其实这个时候小缓份提醒过他 在下面呢咬他的腿 不想让他再弄了 但此时的矮马雪宝十分的上头 哎就在这一瞬间 蹦炮呢瞬间掉落 给这个小缓份下的灵魂都要出敲了 直接呢原地特航木头 第一个反应就是 党份太多 随后呢雪宝又冲了出去 但很快雪宝又回来了 就雪宝这个胆量啊 在动物世界当中呢活不过三十分钟 明知了危险呢 还骗药朝着危险而来 雪宝呢把这个凳泡 架上这个线 掉了起来 好好的检查了一番 又把它呢蹭了蹭 看这个线戒不戒身 以后呢再也别说小缓份像狗了 其实呢这个雪宝比小缓份更像狗 冷静了几分钟呢 宣风大哥 又返回了马圈 也开始呢宰这块碗上了 而同时呢羊驼也过来了 差一点呢就把这个电线当成草了 张嘴呢就要刺 好在最后急事杀住了车 不然呢羊驼就再见了 羊驼这一走小缓份又来劲了 羊驼都敢玩这个线 凭什么宣风大哥不行 于是呢小缓份又被吓了一跳 之后的雪宝呢又觉得 这个东西有那么可怕吗 于是呢他又过来咬了一会儿 但最终事实证明 还是这个挨马雪宝的胆子大一些 最起码呢他玩这个凳泡 没被吓着 等我和我马赶到呢 看着凳泡掉落后 留在棚井的电线 赶到的十分的不可思议 当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 千万几个食草动物 比马这个凳泡的零件刺了 要不然呢就不是凳泡坏了 那么简单了 电线的部分呢我也十分的担心 因为刚进去我们只找到一半的线 另一半呢是在地上发线的 真的不确定 他们会不会吃了部分的电线 后来呢我也玩上了拼图游戏 在地上呢先是拼洞泡 后来呢是拼电线 最终呢我只找到了90%的东线 其余呢不一而废了